大家好,今天来说一下素描头像当中的头发该如何来画 这个头发它是依附在头骨之上的 想要把头发画好,先要理解掌握头骨的形体结构关系 在打形的阶段我用的是软碳 在起稿时我们手底下的笔尽量的放松一些 用笔的侧缝去找头发的体面关系 从头发的正面、顶面、侧面、底面这几个大面入手去区分头发的体面关系 在上吊子的阶段要注意它的形体、空间、固有色之间的联系 铺吊子时最重的颜色一定要压下去 高光的地方我们用橡皮提出来 再揉擦